今天我們有什麼回憶呢? 其實都是同一篇 又不是新資 但是剛剛這個星期的專題報導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用科學回憶錄來講的 其實就是我們去那種 有人去考古 去找回一些以前的和科學記錄有關的證據 其中一件事是很值得提的 無論是在中國文明 或是在古代的西方文明裡面 都對於那個天象有一個記錄 在剛剛幾天前 CNN 有一篇報導 有些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已知最早的星徒 其實對於這些星徒的故事和概念 我們不妨就在這個題目去講講講武器 但是台長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發言 有什麼可以開始講呢? 有 我們看這個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呢? 其實以前 因為那個地深雪和日深雪 那個未有一個充分的肯定 很直覺地就是我們覺得是所有的星 我們看到無論是行星或者是行星 都是環繞了地球的傳動 其實當時如果看這個星 或者是畫這個星圖出來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想像那個宇宙是怎樣的還是 或者是純粹畫了一顆星就行 沒有推算到裡面的東西 因為它要做運算而已 其實就是星圖本身的意義 是的 這個又要講了 對於星的那些星座 星的圖案的記錄 不單止只有一個靜態的圖案 或者動態的圖案 其實一直可以去到 有人說原始人時代都已經有了 差在有沒有被記錄下來的 有人甚至乎在一些石器時代的山洞牆上面 都看到有一些似乎是否記錄一些星的方位的證據 有些就說 你想多了 不是的 但是那種可以看到就是自古以來人類去觀星 去嘗試去做記錄 根據自己以知的經驗來去記錄這個星體 是一直都有的 但是我一會兒都會講清楚 就是怎樣才能發展到星圖的圖像呢 其實是有一個過程 還有我們有一些統一的定義在背後 你如果問我 就是說 那個 就是 你抬頭去看那個星 它那個星的圖像是怎樣 剛才你們講了 大家是以為自己的地球是中心 它就會以為天空上面的那些星 就是霜了在一個殼那裡 就是說那個天空是有個罩的 那個罩就無論是東西文明 都會想像是天圓 就是地是不是荒也不知道 天就是圓的 就好像一個天球那樣的形態 就有些星星霜了在天球的牆上面 它們就不動的了 有些可能動的它就可能是一些比較 它們想像到可能是一些比較 靠近我們的位置 如果你看回那個希臘 如果你說阿里士多德年代那種宇宙觀呢 他們就認為有一層最外殼的天空上面 有些星星霜了在天上 然後下面就和我們的地球之間有好幾重天的 那幾重天分別就由那些土星啊 木星啊 火星去包辦的 然後呢 月亮之上就是那個太空 月亮之下就是我們地球的那個世界 所以它們要說什麼叫做月亮天以上的世界 月亮天以下的世界 它們是有這樣的概念的 那當然啦 如果說星圖 就一定要將那些星的那些形狀 那個星座的形狀去記錄下來 那你說如果找星圖的歷史呢 很多時候說 哇不是啊 講一萬年前已經看到 有一些剩下的那些黑石上面 或者如果你就算相傳說中國那些古代 都有一些 講的是以千年計之前 都會記錄了一些的對星星的記錄 有些天象的記錄 有沒有畫成在圖上可能有 但是失傳了很多 那就是其實輾轉有這件事的 但是如果你要講那個觀測天的座標系統 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要去到文明發展到一個特別的程度 你才能夠去展現出來 所以我會說 有些原始人將那些星星的圖案 去刻在石上面 很多民族都做得到的 但是呢 如果能夠將天空上面的星座 劃成為一個串連的星座之餘 還會將那個天空分割成座標系統呢 這個你真的有回到上去的文明才能夠做得到的 是 今次我們講的這件新聞 其實就是一個古希臘的天文學家 這個很出名的了 Hepardius 就是供應前135年 就不算太久了 但是它這個呢 應該來講我們叫做Star Catalog 因為你看到呢 其實是字來的 我猜它就是記錄了所有的星的資料 當時可以觀察到 我想甚至乎對方位那個概念 就是大家未必是很習慣 未必是用畫圖畫公仔去表示 或者就是未必有那種那麼有系統的座標概念 但是我覺得它這裡又不是完全沒有的 就是因為它如果量度方向 然後甚至乎記錄一些角度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將天空上面 去做了一個座標定位 應該是類似有這樣的概念在裡面的 那麼它這裡講的是公元前 是已經有 三十幾年 是的 是的 其實是這樣講的 如果你去上網找 很多時候會說 其實在這個之前也有人記錄一些星 是的 但是問題是你記錄得來 有沒有好系統地將這些所有的觀測去做整理 令到我們可以收拾這些資料 去能夠用我們的智慧重現 當時整個星空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看你記錄的那個功夫在這裡 還有你有沒有一個系統座標的概念在這裡 就是你如果說北斗星 也是的 一定是在公元前已經有記錄的了 在任何 不只是中國文化 在任何文化裡面 在公元前已經有記錄了 北極星這也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將整個圖像 就是你眼看到的影像 去將它轉化成為文字好 或者轉化成為圖像都好 有沒有這件事情呢? 其實有這件事情我才覺得是真是有個 叫做懂得記錄 就是天文觀測和星圖的初形在這裡 還有這個原來它是這個三角的 的記憶之父 是的 而且根據現在找到這個星圖 這個星圖 它是很腫的 當時沒有任何的儀器 可以這麼腫的呢? 所以我想這裡就是 我想我們也猜中就是 它雖然沒有圖像在這裡 讓我們看到 它有三角幾何的數學概念 它是準的 那就是它裡面記錄的東西 已經有足夠的數據 讓我們可以憑著它的文字 找回那些星在哪裡 所以這個就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沒有畫圖的星圖 其實就是這樣 不過那些資料是用文字去記錄下來的 就是這樣解釋 是的 那在古代這個很有實際意義 因為其實它等於一個地圖 它的原理很簡單 因為希臘大家知道 它是一個海洋的國家 就是它的成果 它航行的經驗很豐富 但是航行的經驗豐富 要靠什麼呢? 要導向 古代你沒有任何 最多有指南針 但是他們晚上怎麼搞呢? 看星 是的 而且最好就是多於一個系統 互相認證 是不是? 用星其實是一個 可以精準定位的一個方法 所以就是 你發覺是航海國家的天文能力 數學幾何能力都是高的 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 那些三國幾何的東西 你會發覺在這些古希臘上 就特別發展得好 也有這樣的原因 但是中國不是沒有這件事的 但是中國其實也做了一個比較 其實就是 如果最早的一個我們認為是一個 星圖的文字或者圖像記錄 都要去到三國時代 那就不夠這個組的 就是三國時代都說公元三百年 但是現在這個是說公元前的一百年 比起三國時代早了四百年 但是其實我們都願意相信就是 在三國時代做那個星圖紀錄 連那個作者自己本身都承認 他是綜合了以前的前人結果 只不過就是那個原件就失存了 就是說他參考了一些 春秋戰國時代的紀錄 在三國時代自己融會寫了一本新的東西出來 但是可惜 那些由春秋戰國時代流下來的 那些這樣的資料已經失存了 所以現在你如果問中國文化裡面 最早的一個星圖系統在哪裡呢 其實都是在說公元後的事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這次找到一個公元前一百年的 就已經叫做很詳盡的紀錄呢 就是這個意思了 其實就算在這樣的地中開文明 一樣可以看到就是 在這個之前相信也有一些其他的天文紀錄 那可能也是這一位的人士 他也是收集到以前的資料 所以他就寫成了這本星圖紀錄書 但是所以這個紀錄就由那個 就是現在暫時就由希臘這個文明去保持 就由這個基督宗教的典籍作為的載體 就流傳到現在 是 差點找不到的 因為他們在那個寺院裡面 他們寫的那些是一層層的 一省紙的 他們在一些英雄座上面再寫過 那幸好就是這個被他們發用到 是啊 那這裡又可以再說多一點點 其實這次我找到這種希臘版本的星圖 和那個中國星圖 有一些很系統上的分別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大家都有一個足夠的典籍考證的證據 證實了他們是有座標系統的概念 首先他們懂得定東南西北 然後由東南西北去定 就是如果你有三個幾何概念 就知道是有種角度的概念 來幫你告訴你 那個你在哪個方位找到哪個聲音 就是它那個典籍寫什麼 我想我看不明白 但是如果你說到它可以是準的話 你沒有數學幫助一定沒有可能做到 如果你純粹就是大約是多少個手指位 多少怎樣 這個都沒有夠準 你要有一個精準的觀測 有角度 有sign-cosis-tangent的概念 還有一個三維的概念 甚至乎就是你發展到一個 一個球體座標的概念 很有趣的是 在這次希臘找到這個 球體座標的記錄 是用一套叫做黃度座標系統 而是中國三國時代流下來的那套 它是用一套叫做天球座標系統 那這裡又要講了 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你問我說 我就會說 兩個能夠做到這個紀錄都厲害 但是如果比較符合 今天我們現代普及的那個標準 用一個叫做天球座標系統 是比較普及的 譬如我們要知道在天空上面 現在呢 你就算去太空館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星圖 網上有他們網上的版本 春夏秋冬季的星圖 多少點會看到什麼東西 另外如果你真正去太空館 它一定在紀念品舖 有一種叫做旋轉星圖 那你就可以找一個季節 然後就根據上面的黑度 然後將它移到某一個的黑度那裡 就告訴你 在這個年月入裡面的幾多點 你向著北方的時候 再抬頭望天 你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那種旋轉星圖的概念 這些旋轉星圖 背後就是一種叫做天球座標系統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整個天空上面的那些糾轉星圖 是根據你地球那個的運動去做標準 那就是說你是比較直觀地去表達到 就是你在地球上面 經歷了一晚去觀星 你會看到些什麼 你就基本上就是由天球座標那裡 你就是看到那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它那個整個天空上面 那些這樣的星座圍繞著什麼轉呢 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地球自轉的旋轉 其實說真的就不是天空圍繞著地球轉 而是只不過地球圍繞著自己的旋轉 旋轉的時候 你就看到外面的天空好像由相反方向去 你就以為是整個天空的星圍繞著你的地族轉 旺道也是這個概念 旺道不是 旺道不是 這個我要說了 旺道差點 差一點 旺道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經歷了一年變化之後 看到那些星座 是怎樣相對於地球圍繞著太陽的軌道平面的移動 其實這裡講得簡單一點這樣講 用得天空座標 你基本上就是以地球的自轉作為標準 用得黃道座標 就是以地球圍繞著太陽公轉的那個軸來做標準 就是這樣的意思 而兩個軸是不同的 兩個軸差了多少呢 就是23.5度 那23.5度有什麼重要呢 就是令到地球有四季了 就是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我們說地球是斜斜的了 地球斜斜的了 那個意思就是地球斜斜的 那個自轉軸 和地球的公轉軸 不是同一條軸來的 地球自轉軸和地球公轉軸 是有個偏差在那裡的 於是就是我們根據一年公轉 看到那個圖案的星去牌位 和我們在一晚看到那種糾轉的星圍 是不同的 你用不同的去做座標 你看到那個圖案一樣 但是你找到它的方位為止 你是用了一個不同的座標系統 就是你去量度 但是有些東西 就跟我們的力法有關 雖然我們以前也說過力法 如果你說在太陽力法裡面 我們用了一個一年的循環做標準 很喜歡就是用春分去做標準 雖然我們農曆就說用立春來作為一年的開始 但是我們其實真真正正 如果計算那個天空上面那些星的方位 最好就是用春分去做一個開始 在春分的時候 基本上 其實也是那個天球座標 就是那個自轉軸平面 和那個黃度座標的自轉軸平面交疊的地方 於是這個比較方便 拿來幫我們去定 這個又不難理解的 春分的時候 其實正正就是 我們看到 晝夜是一樣長的時間 於是我們比較容易是 怎麼說呢 這個太技術了 我還是先避免一下 其實有了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去 怎樣去習慣幫我們定 就是在天文學上的觀測 一年怎樣開始一個有用的概念 總之幫我們定義了 好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很複雜的 但是 有些東西比圖少就比較麻煩 但是 這裏又要補多一句 就是 最後在那個中國古天文學觀測那裏 它就有個醒的地方 就是它懂得去用一個天球座標的概念 來將天空上面的星星的 那些星座的形狀記錄下來 而古希臘那裏 它就用了黃度座標 但是後來也是用天球座標這樣 就是能夠有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也是了不起的 然後根據這個座標系統 來去做精準的觀測 大家也知道的 其實就是 希臘就喜歡用黃度 所以我們講的黃度十二公 大家相信它的星座 其實就是黃度十二公 其實就是源自它喜歡用這個黃度座標 來記錄星座 然後就選了黃度十二公 作為十二星座代表 來代表著每一個月 就是你會看到 就是那種希臘文化的影子 就是在這裏 就是體現出來的 嗯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的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來得到收視訊 我們的節目